气象局表示 28号送多北季风影响 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雨 29号可以说是这个星期 气温最高天气最好的一天 因为从30号开始 寒流激素南下 预计星期四跨年夜到星期五元旦凌晨 会是这波寒流最明显低温的时候 民众如果要参加跨年活动的话 一定要做好保暖并且遵守防疫措施 中央气象局表示 28日周一受东北季风影响 东半部天气凉伴随飘雨 直到周二东北季风减弱 气温回升 将是这周天气最好 气温最高的一天 不过下半天气 风面接近寒流南下 东半部地区水气增加 有局部短暂雨发生几率 整周天气看起来 因为我们还是在迎风面上面 所以基本上在这一周 在花莲迎风面上面 还是有一些短暂雨 所以我们比较关心的 大概就是这一周的天气温度的情形 我们可以看到 在28号今天温度 基本上还算蛮舒适的 高温还有23度到19度 明天开始到高温 就上升一点点刚才说过 29号温度应该是 天气应该是这一周最好的 我们可以看到 30号开始温度就开始往下滑 然后到31号晚上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低温大概在8度的地方 然后我们还是会在 淫风面上 所以还是会有短暂雨 然后尤其你在空旷的地方啊 基本上你的温度可能会更低 所以你如果去做跨年啊 或去做海边啊 要去看日出的时候啊 你可能真的要做好保暖的一个情形 最明显天气变化将出现在周三 全台气温如溜滑梯一路下滑 预计周四一整天是这波低温最强时候 到周五元丹青城 华联低温有机会来到8至9度 也因为东半部有低层云气影响 看见曙光机会恐怕不高 一直到周六白天起 寒流才会减弱 有安排跨年活动的民众 务必要做好保暖及防疫工作 记者长邦彦华联士报导